接下来的区里走透头单元带您来认识中山区的明安里 中山区明安里是一个热闹繁荣的区域 有大型百货公司还有美国大使馆改建的台北光点电影院 巷弄内更有许多特色店家 吸引民众来这里逛街购物 我们明安里是属于一个商业区 里面有许多的小吃的东西 就像说有一个明朗吉松饼 还有福大的针角 还有那个吉克茶坊 还有玛丽罗斯一带里面等等 这个影子是属于一个来逛街的民众 都喜欢逛这种影子店 除了中山北路和南京西路等主要干道之外 里面多是六名以下的小巷弄 加上往来机车相当多 因此里长特别重视 上弄内的交通安全以及道路平整 在道路上面 里长都有在家乡的寻找 因为我希望是说在街道路的话 把它做一个道路的选扑 然后到一个十字路口 做一个地理人的警示 告诉驾驶应该减软速度来离浪 然后在红火箱的方面 我们这边都里面都是用一些勤费 来做一个夜间的照明 由于里面商业活动频繁 里长还号召四十多位热心的志工 成立守望乡驻队 维护里面的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我们里面的守望乡驻队在一百年的话 是农货台北市的家等 然后一百零二年农货台北市的女物等 因为我们都是像队友的话 我们都很敬诚 帮警察来做一个夜间行动的 虽然明安里内没有任何的邻里公园 却有一座捷运现行公园 在当代艺术馆的协助之下 公园内设置了许多可爱的装置艺术 像是马赛克的小动物 以及会发出音乐的机器人 也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修气的好去处 另外里长还争取将里内两处警政署宿舍 改造成景观优美的小型绿地 在我里面有两个警政署的地的宿舍 我们来做一个简易的绿地 可是民众感觉到环境品质更好 因为宿舍里面都是老鼠 蟑螂 很多 但是我们做一个小绿地的话 民众看起来都很舒服 由于捷运松山县将在年底通车 许多建商看准当地的发展 积极和居民协调都更 里长也期盼能够带动里内的发展 里里面还是算出一个旧的社区 很多的建立商都往我们里里面这边 在做一个都更的动作 可是做起来的话 还没有达到民众的需求 条件方面的话谈不容 多数都没有成功 可是在里长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也希望是说在里面来读更 地方比较繁荣吧 担任里长前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 王延生里长 用心服务里民的成效是有目共睹 也让民安里成为里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中家台北新闻林习会采访报道